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来思考耶稣在二十章讲到人子的事情 在二十章这里主耶稣说 看来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将他基隆 鞭打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 我们思考主耶稣在讲这个人子 他这个人子是神子 你想想看神子怎么要交给这些 他们就是文士祭司长这些人去审判呢 换句话说 审判耶稣基督的是这些怎么样 是世人 是罪人 人子要交给他们受审判 不单只要交给外邦人 他要被戏弄还要鞭打 最后要判他死刑就是定在十字架上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神让他发生 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话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没有人取我的生命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我们思考一下这句话 他们要定他死罪 什么意思 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标志 换句话说 十字架所代表的意思是 圣洁的跟怎么样 不圣洁的相遇 义和不义的相遇 没有罪的取代了有罪的 换句话说 神在这里 耶稣基督在这里 怎么样 取代了我们的审判 很有意思 所以我每次在想 好了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深思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到底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这个另外一方面 好了 我们思考一下 这些门徒的反应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考到三种 其中一种是门徒 门徒不错 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 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们相信了怎么样 不够真实 不够坚固 所以他们会跌倒 他们会怀疑 但是不要紧 神没有遮备他们 耶稣基督反而跟彼得讲 你会三次不认我 但是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 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 很重要的一点 要全面性 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这是很 对我们来讲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下一个 这个是群众的相信 犹太群众的相信 是选择性的相信 为什么这样讲呢 第二章 当主耶稣 做了一个神迹 随便酒 这些人就信了耶稣的名 但是耶稣在那边讲了 他们知道他们的心想什么 所以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 然后到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耶稣用五饼鳄鱼喂饱了五千人 这些人要强迫耶稣基督做王 他们只相信耶稣是基督 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选择性的相信 所以当主耶稣骑驴 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欢呼 和撒纳 奉主明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他们认为 和撒纳的意思就是 耶和华拯救 耶和华已经拆派了 耶稣的儿子 耶稣是大卫 血统传下来的一个子孙 耶稣的儿子 耶稣要来做王 所以他们希望 耶稣基督怎么样 可以取代罗马帝国 但是当耶稣基督被抓了 被审判了 最后在比拉多审判的时候 他们怎么呼喊 不叫我撒纳 这个时候他们的呼喊是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选择性的信仰 在教会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曾经有一个弟兄 来跟我讲 范大佬 你为我太太祷告 我太太病得 保留病得 病得很辛苦 他跟我说 如果他的病好 很多人会信耶稣 当时我跟他讲 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选择性的 你只相信 耶稣基督怎么样 要医治我的病 医治我的病 我可以去做见证 你看这个病好了 你们来相信耶稣 这个是选择性的 我也曾经记得 好几年前 一个朋友 一个弟兄 不是弟兄 一个朋友 来跟我讲 他在做一笔生意 他犯长了 犯长了 你为我祷告 我这笔生意 做成功之后 我一定受洗 你知道我怎么 得罪了一个朋友 我说我的祷告是 希望你不成功 我希望你不成功 他为什么这样 我说你 如果你是因为 生意成功 相信耶稣基督的话 这个耶稣基督不是 不是我们所介绍的 耶稣基督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十字架 所带给我们的 解决我们的问题 是什么 不是民生的问题 十字架解决 人的罪的问题 人跟神之间的问题 解决人死的问题 十字架 不是解决人 民生的问题 不是解决我们的 流言财迷 不是解决我们的 这些一切的问题 OK 主耶稣基督不错 他有怜悯的心 当他看到 有疾病的人的时候 他会医治 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只不过是 神的怜悯 但是十字架 所带给我们的 答案是什么 是人与神之间而好 是解决了我们 罪的问题 解决了我们 死的问题 所以选择性的问题 是我们必须要小心 变作下来 我们看到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基本上 无可救药 他们把 他们觉得 耶稣基督 是把自己当作神 跟神同等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接受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所以法利赛人 和大祭司 我觉得这些都是 都是一个 有一点是 我是觉得 有一点不需要 去多谈 因为主要 我是觉得 他们基本上 就是 要把耶稣基督定死 好 我们现在接受下来 大家看一看 主耶稣讲的一句话 当大祭司 在审问 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只做永生神 叫你启示 告诉我们 你是神的儿子 基督不是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然而我告诉你们 后来你们要看见 人子坐在 那全能者的右边 叫做天上的云降临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考 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这个是主耶稣讲的 后来 你们要看见 人子坐在 全能者的右边 叫做天上的云降临 这是 谁讲的话 这是 但一离在 第七章 十三节讲的 在夜间的 意想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 人子的 叫做天一而来 被领到 根骨藏在者的面前 得了权柄 荣耀国度 使各方 各国 各族的人 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 是永远的 不能废弃 他的国 必不败坏 这个是指到耶稣基督再来 好了 耶稣基督再来 有三种 三种的审判 三种的情况 我们去想 思考一下 第一种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一定会来 我们怎么知道呢 旧月 预言耶稣基督是 在新月的时候 完全应验的 主耶稣说 我一定会来 我们看耶稣讲的话 在马可福音 那时我们要看见 你们要看见 人子有大能力 大荣耀 叫做天一而来 有火焰 从天上显现 主耶稣基督来 要做审判的工作 这里在 天上哪里 一章八到九节 的意思是 那时人只要刑法 那不认识神 和那不听从 我主耶稣 福音的人 就是永远的沉沦 死亡和阴间 也必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是第二次的事 若有人明知 没在生命车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神借助死 来审判人 死代表什么意思 是永远的刑法 不信主的人 你亲人死了之后 死人要进入到 永远的刑法 活的人呢 也一样的 因为活的人 不知道死者要去哪里 所以活的人 也是受到刑法 死的人也 也受到刑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 当我们的亲人 不信主的亲人 我们一定要向他们传福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的结局就是死 而且死是怎么样 是他们最终的审判 神用审判 用死来审判世人 魔鬼呢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流氓的火壶里 就是受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咒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看到 魔鬼到最后 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也会受到审判 但是是怎么样 是要丢到火壶里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一定要相信 魔鬼 撒旦魔鬼是怎么样 是灵界的 他们也是怎么样 也是永恒的 你只有一个方法 对付他们 就是丢到火壶里面去 好了 基督徒 这是最干卷的 基督徒呢 这里讲到 天使要把血民召集起来 主降临要在圣徒的身上 得到荣耀 又在一些信的人身上 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我们要思考这句话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把它可以 他讲到 主耶稣降临在圣徒的身上 得荣耀 这个得荣耀是什么 这个荣耀就是 当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基督徒 身上所显出来的神性 神的荣耀的时候 我们又会感觉到稀奇 英文他用一个字叫 be marvel among all that have believed 换句话说 我们会发现怎么样 我们现在是有神的性情 有神的一些样式 但是到那一天呢 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的形状都要改变掉 改变什么 改变得像神 所以他讲到用这个 叫一切信的人身上 显为稀奇 对信主的人 到最后我们都要改变 最后 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最后两节章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再来 阿们 主耶稣 祝你 所以我们知道 既然知道 主耶稣基督 一定会回来 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四十节这么说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要来 希望弟兄姐妹 准备我们的心 迎接主耶稣基督 再来